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小女人的首相 老公疼惜 儿女聪明伶俐 家财小富 家庭会十分美满幸福 女性掌纹最凸显的特性便是子女工圆润 代表儿女成才 学有所成 事业成功 晚年时期享清福 三 财福路三宫圆润有荣华富贵的根基 生来好命局 主纹里绵长清楚强有力能力强素养高利做事业 纹里的布局开后期的发展空间大 事业显明确往上后期成就大 力升值 两类无论那类行业发展都是能够事业成功的 而且事业财运都十分旺 这是一个旺夫旺子旺家的女性 四 掌纹中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文线 这便是理财文 理财文好的女性具备理财意识与理财能力 在专业金融人员与项目投资高手的身上多见 针对有理财天赋的人来讲 才是欲礼越多能够考虑到积极的理财方法 理财文欠佳的人 只是你欲理财 财与没理你 还远不如放存定期稳妥 起码免了十分之忧 手里有优质理财文 面向又举财富乡者富贵未来可期 具有了那样掌纹的女士 在结婚前可能不容易有很大的意义 但一旦结婚生子 就能展现出来了 就会渐渐地迈向一条荣华富贵的道路 五 事业线断折为三节 表明事业有起伏不够平稳 第一节文理比较长 代表是三十五之前 这一段时间能够平稳发展一段 第二节比较短 还近段掌纹这几年人生的波动期 最上端那节 上跳到浮工 表明后期事业运平稳升高 财工原论表明财运旺 这种段掌是适合求财创业的 仅仅中间有一段时间 事业财运会十分差 第二 男人首相有财库 此生必有一万之财 天生做大老板的命 不同的人气首闻都不尽相同 首闻可以看作是 推测人命运的重要参考物 对男人来说尤其明显 首相算命学中认为 男人的首闻主要分为生命线 智慧线和情感线 又成为天文 地文和人文 究竟什么样的首闻 对男人来说 遇是最好的命运呢 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一 川字首相的最有富贵名 川字首相就是指 首掌中三大主要线文 生命线 智慧线 以及感情线 三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相交情况 所以从外形上来看 三条线文会以川字的方式排列 故而称之为川字首相 也叫做川字掌 拥有川字掌的人性格固执 强硬 而且对于自己是信心十足 无论做什么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形式 所以说这类人在工作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因为他们十分的自信 成为有钱人的概率也会非常高 但同时他们无法做到获得出色的爱情 毕竟过于自我的人 是很难为他人着想的 二 事业线文路好的男人财运更好 首文三条主要的线文分别是生命线 感情线和事业线 三条线其实与个人的财运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是关系最大的还是事业线 首先事业线要连续不断 这表示自身的事业发展能够持续 起点在手掌边缘的事业线 特点就是职业有变化 不固定 这种事业线的人 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开拓能力 善于社交 创造能力突出 创业机会大 事业可以得到支持 文路越深刻表示事业前景越广阔 能够做大做强 此外好的事业线应该是由多条线文组合在一起 无论干什么事业都能够有不俗的发展前景 但如果小线弯曲的话 表示会遇到很多挫折 做事比较难 事业现粗且很清晰 拥有这种手向的人 非常善于利用资金运转获利 财运很强劲 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 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脉 生育等一切跟幸运有关的 所以事业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 通常能够股票不动产等赚大钱 三 手中拥有钱财文 位于小拇指以及无名指下方的短小细线 便是钱财文 这一种线文算是手向中比较常见的 和个人财运有关的线文 拥有这种线文的男性在理财方面有着出色的才能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擅长理财 而且懂得金钱的重要性有着十分端正的消费观念 这一点相当重要 毕竟缺乏正确的消费理念 意味着一个人花起钱来容易大手大脚 这样的人无论赚多少的钱都不够 相反拥有钱财文意味着男性懂得合理消费 并不会因为有了钱而失去了正常的心态 4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 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是财运线 无论做什么事都顺利又有钱 拥有这种手向的人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 而且欲动欲望 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 因为水星秋掌管的是金钱 而太阳秋掌管的是人员 名声以及跟幸运有关的运势 所以财运线出现在水星秋和太阳秋之间的人 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 5M字型首相 事业线由手腕处起二直上 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 形成一个鞋的M字母首相 有这种首相的人 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 名利双收了 所以是最具大富翁潜力的掌纹 因此若有这种首相 但却认为还不算成功的人 表示不够努力或方向错误 所以只要调整一下 自己的心态或方向 那么月升成为大富翁的潜力无穷 6.财运线和婚姻线相交 如果一个人男人的财运线和婚姻线相交 那说明婚姻就是这个男人 在生活上最大的转折点 在这样的首相中 财运线深解清晰无断裂 代表你结婚之后的财运比较亡 或者财运与婚姻互相影响 婚好那么财运也好 他们的婚姻运势一般都是比较差劲的 若与婚姻线相交的财运线断断续续 那么代表不如婚姻后经济状况会下降 如果你长红如血色 但是命却并不好 不要太过忧心 可能是实际味道 可以佩戴双类西财手链 来催望你的财运 增加财气 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 水到巨城 那么未来财运的发展就是比较好的 7.感情线延伸到木星秋 有些男人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世界 心思细腻 此种感情线的男人就是如此 如果这个人的感情线 延伸到木星秋与土星秋的中间 那么他们对于爱情就会有着一份纯真 爱情中多一份纯真也就多了一份美好 这样的爱情就是每个人喜欢的 但是所谓人心格度皮 纯真的男人可不好找 不过如果你发现你的他是这类感情线 那么你很幸运 这个人他拥有着纯真的爱情观 这样的人就是喜欢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的 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8.双鱼纹 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首相纹路 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文采出众 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 倘若这种首相的人手掌掌红论 掌纹细腻 那么这个人观韵好 依靠自己的努力会踏上观值 9.宝云纹 宝云纹形状奇怪 纹理想圆圈一般 看起来也像树的年 如月韵一样出现在掌中心 这种纹路叫做宝云纹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命中非富极贵 宝云纹首相的男人做官的几率很大 富贵双全 10.三棋纹 三棋纹也称为摇钱树 这种纹路也是罕见的纹路之一 三棋纹的三条纹路名称分别是 太阳线或水星线直冲无名直指根 事业线或命运线直冲中直指根 生命线上有一条纹直冲实指指根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是大会大富之相 这种纹路的男人在古代就是宰相命 在现代路试图要比一般人容易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